一個人來逛超市 買材料 為了我今天的圓結整人節目 我要來整我的好朋友Mike 因為他昨天生日 然後我沒辦法過來陪他過 所以呢 今天就來 說我要請他吃牛排 我剛學的牛排 然後去整他 計畫開始 這個超市 有點厲害 很厲害 很長的手扶梯 哇 好多厲害的肉 這應該是我第一次自己逛過超市 還好人沒有太多 反正拿著手機這樣拍來拍去很奇怪 他就會特別注意到我 哇 好大的西瓜 好厲害 這就是超市裡面的肉區 有點小慚愧 剛剛暢想 無肉日 我今天又來買肉 我的天啊 這居然是我找到的唯一一塊牛排 最後一塊 而且這一塊好大 先拿了 做菜 做的吃肉還是要吃新菜 才會營養 我先來做一點 乳筍 應該買好一組 買好了買好了要結帳 我現在要繳費 但是 自動繳飛機暫停營業 什麼鬼 What What 好的我已經買完我的菜 材料 肉 現在要開車回家了 哇 一個人超市的行程舉動 我真的覺得Mike 壽星應該要最大的感動 不管我做出什麼爛菜 你都會很感動 好的我已經順利回到家裡了 準備好我的材料 我們來看一下 桌上有兩個牛排 這個是我最愛的樂眼 這個是沙拉牛排 一個 是屬於 特別為Mike定做的 然後呢 在裡面加一些 嗯 到時候再自由發揮 讓他嘗一嘗 愚人節的味道 Mike Happy Birthday Man 好 這是粉絲的 OK 好 大家好 節目的第一集呢 我們有一個特別的來賓 就是我的好兄弟 Mike 張懷浩 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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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我是Mike張懷浩 今天的任務就是 要來幫Mike做一道 生日料理 上節目正式之前 來讓好朋友來嘗試一下我自己的料理 讓Mike自我介紹一下自己 因為我待會要先準備一下料理 所以你可以先跟大家聊一下 OK 大家好我是Mike張懷浩 然後 隨便聊 隨便聊 他們會解決 我完全沒有心理準備 你知道嗎 嗯 之前JJ的粉絲如果 聽過我他應該是有點熟悉啦 因為我之前跟JJ合作過幾次 昨天是我生日 然後JJ跟我說 他說他想要煮飯給我吃 然後他說聽說他的牛排很厲害 然後他今天就直接說 要來做牛排 但是沒有跟我說 要拍這些東西 然後要鬆心無用 接下來呢 我就是要開始 煎一下這個牛排 油在哪裡 高級 義大利 非常 純 的油 I don't know how to say in Chinese 嗯 先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料理呢 的方式 酥肥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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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法國餐廳 高級餐廳 流行的一種 大師級的料理 法國師 最後的處理 就是要把這個牛排 煎熟 好我現在這樣差不多了 要請Mike入座 好 呃 Burn Day Girl Burn Day Girl Burn Day Boy What Burn Day Boy 會有特別的盤子 聞一下 聞一下 味道很痛 超熱的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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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有一點鹹 噢 這邊 噢 這邊有鹹啊 大口一點 蛤 確定有沒有鹹 不可能 沒有加鹽 蛤 沒有加鹽啊 這不可能是鹹 實際在那裡 只剩下一個 好厲害 欸 鹹 沒有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你在騙我啊 你鹹 鹹啊 真是鹹 這邊很鹹啊 再吃一個好 我們相信 這邊這邊 Oh man 好甜 你看 我需要喝水啤酒 那我吃它吧 這是給我們節目的 假裝是不太鹹 假裝沒有很鹹 我们来吃点 吃点 很好 很美味 我喜欢 很甜 很甜 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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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排 你要不要 我還在做 這一面真的很厲害 很 tender 這個 還是真的有調味 剛剛好的味道的牛排 剛剛這道牛排呢 請看回放 你生日就給你 非常豐富的牛排體驗 嚇死你 胡椒粉 非常多的胡椒粉 這就是我幫Mike準備的 超多鹽 超多胡椒 超級牛排 Happy April Fool's Day 我剛剛還真的不知道怎麼表情 很好吃啊 你先撿我要幹嘛 這個才是真正的牛排要送給你的 OK 這個 好鹹喔 我的喉嚨現在還都是鹽 那這個 這個一定就OK 這一定要好吃 這就是Mike 預言節快樂 生日快樂 好 等一下 根本沒有電視節目今天的事情 根本沒有電視節目今天的事情 什麼什麼什麼 牛排怎麼樣 JJ的牛排怎麼樣 第一次 這要上節目的耶 啊 啊